Hello 大家好 之前教了一個善良的妝容 今天先教一個邪惡的 現在我們先畫了一雙眼 又是先畫底 這次我們只是用膏狀這邊 用手指點一點出來就塗完整個眼窩 之後就用一個霧面的黑色眼影 用一支Pencil Brush 塗在眼尾的三角位置 在這個階段塗出來的眼影不是完美都不要緊 因為待會我們會加其他顏色 因為不想塗到出世界 你可以隨便找一張卡片 大概勾勒了你想畫的位置 勾勒完之後玩填色就可以了 然後就用閃的前灰色 畫在大概眼頭三分一的位置 之後就用閃銀底的深灰色 就畫在剩下的位置 即是兩隻色的中間 這個就是Transition Color 慢慢滾開深灰色 讓看上去有漸變的效果 由黑色變灰色再變淺灰色 新年當然要閃一點 再用閃的黑色 加在眼尾的部分 然後就用霧面的淺啡色 用一支Blending Brush在顏色上掃開 讓它看上去是自然一點 而且不會有一條痕在 然後就用霧面的米白色 打亮眉骨的位置 想再閃一點就拿一個閃粉 用你的手指去點一點 然後印在眼頭眼中間的位置 下眼線的部分我選了一個深紫色 畫在眼中間到眼尾的三角位置 然後搭上去就選灰色 那就畫在眼頭的部分 之後再用紫色眼線筆畫完整條下眼線 看上去就不會那麼灰 亦都有一點點顏色 然後再用一支Liquid Eyeliner 畫上眼線 我通常都是勾勒了一個型出來 再玩填色 然後我再用少少CAMMade這個閃粉 塗在眼頭的位置 讓看上去都是精神一點的 畫好眼睛 感覺都不想妝髒的話 我通常就會用卸妝水 抹一抹眼套或者髒了的位置 一會上粉底就會很乾淨 新年通常都會玩的 這次就用這個Mineral Base 因為不想傷皮膚 再用我的大愛Mineral Concealer 遮一遮黑眼圈 這隻又薄又貼得來是不乾的 玩整晚都沒問題 不想傷皮膚 所以連粉底都用Minerals 這個粉價錢大眾化得來 透薄自然 連遮瑕度都不錯 我覺得它都很長時間 所以新年用它就沒死了 打好底底之後 用少少沒有面的Bronzing Powder 去修一修輪廓 讓看上去是比較鮮 因為眼妝都已經爆 所以胭脂一定要很自然很自然 也不用塑太多 因為我眉毛都很粗 所以這次什麼都不搞了 直接夾眼睫毛和塗毛 眼睫毛 塗唇膏之前 記得先用潤唇膏 打底 之後再塗一個Vintage嘴 完成了 都浮誇的 不過我自己很喜歡這個眼妝 因為我覺得 很鎮定性 都夠搶眼 新年就適合了 如果在沒有按光的燈光底下 你看看 看到有閃 但又不是太閃 都挺漂亮的 好吧 拜拜